爷爷 您不能答应他 孽种 你还有脸拒绝 这一切都是由你咎由自取 没错 你得罪城主大人 连累我们失去云与山庄 你不去谁去 孙上 快点把这个野种带走 死女人 让你拒绝城主大人 现在去冲洗 也是你活该 虽然是个二手祸 但毕竟也是云城第一女神 凑合也能用 来人 把她带回去 是 你们孙家想死 困战 这是云城首富少主 你敢对少主不敬 你想死吗 哎 一个废物 废物是 王八蛋 你居然敢打孙上的人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你还不赶紧跪下给孙上道歉 我看你是活腻了 费 怪不得敢在我面前 嚣张 你以为你会点拳脚功夫 就敢对靠孙家 愚种的东西 孙家很厉害吗 畜生 你住手 反了 反了 一个畜生要死可别怜怜我们 孙上 这个畜生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 要烧要剐 跟我们没有关系 砸碎 你敢对我动手 你想好怎么死了吗 秦云天你疯了 臭女人 他还愣着干什么 他不肯去拦住他 云天 你别冲动 老婆 你放心 拒绝孙家 我还不放在眼里 搞杂种 好大的口气 别说你现在只是一个 被林家赶出来的废物 就算城主站在我的面前 也不敢这么对我说话 在云城 我们孙家就是天 你孙家是天 不是法纪 光天换日之下 抢人冲喜 封剑依稀 违背人伦 你孙家 当真是活腻了 滚回去 告诉你孙家家主 两天之内 让他到林家门前 跪下道歉 你赶快拿着这张卡 走得越远越好 你打了孙娶 孙家绝对不会善把甘休的 老婆 你就放心吧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区区一个孙家 不敢动 你现在还在说什么大话 你能打有什么用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走 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你带我来这做什么 咱不是被林家赶出来了吗 以后咱就住这 你疯了 这可是云城的富人区 不是业主的话 连大门都进不了 你忘了 这个庄园 有人送给我们了 好像叫什么王老 不记得了 你是说王长生吗 哎我说 哪里来的臭乞丐 这不是你们要饭的地方 滚开 你怎么说话 你就这样服务业主的吗 业主 同你俩的穿着 一个月有三千五万 好像我混得都不如 还可自称业主 你怎么不说 这庄园都是你们的 白痴 不知死活的东西 让王长生滚出来见我 说你胖 你还喘伤了是吧 王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滚开 云天 别闹了 咱们还是走吧 不用 还装逼 像你这种臭乞丐 我见多了 以为混进富人区呢 就能要更多的钱 赶紧管 我是王长生 我已经把天心湖庄园 送给秦先生了 你马上向秦先生当心 他如果不原谅你 你就不用干了 秦先生 秦爷 我有眼无珠冲撞你 我道歉 我道歉 向我老婆道歉 秦夫人 我是臭体肝 我是臭保安 我错了 请问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您请您请 你请 站住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废物被赶出来以后会来这里 站住 你们是干什么的 竟敢对秦先生不敬 你是哪来的臭保安 既然让我给他们道歉 我看你脑子是有病吧 我说臭娘们 你嘴里吃大笨了你 秦先生可是天心湖庄园新来的业主 赶紧给秦先生道歉 我看你还真是脑子有病啊 他们是业主 废物 你还真以为天心湖庄园是送给你的吗 你肯定是被他们两个给骗了 我们才是天心湖庄园的新业主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证件 黄八蛋 你们两个乞丐敢骗我 滚开 有人现眼的东西 你以为躲在这里就没事吗 赶紧滚去孙家冲洗 爷爷 我求求您放过我好不好 你做梦 你扔倒了孙家 整个云城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以前看在你们是语情家人的份上 抢走礼物的事 我不跟你们记住 现在还敢来找死 废物 你还敢狗叫 那些礼物本来就是送给凌家的 跟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不睁眼的东西 还不赶快把他们赶走 冲撞了业主 你蹲蹲的起吗 行行行 听到了吗 滚 不睁眼的东西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酷张眼的东西 你把老子的话当放屁吗 老子让你向秦先生道歉 你居然敢敢人 你被开除了 董事长 您搞错了吧 他们才是天津湖庄园的业主啊 王先生 就要你的大名 我是林千重 王老好 秦先生 林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这手下 不懂规矩 冲撞了二位 天津湖庄园 是你送给凌家的 你就是凌家家主 不长眼的东西 你们凌家 只不过是区区二流家族 也配让我送礼 爸 这是怎么回事 王先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些东西误会个屁 还不快把风采证还给秦先生 你还在这傻站着干嘛 我的天津湖 是你们阿猫阿狗都老亲来的吗 都自了秦先生担待得起吗 秦先生 林小姐 这是你们的证件 那王长生也是个老糊涂 他不知道城主大人 已经不喜欢那个野种了吗 还把天津湖专业送给他们 活该他赔死 现在呀 不是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快想其他办法 尽快把那野种送去孙家 爷爷 我有个办法 林语晴不是有弟弟吗 你是说 林院在外面打工 也不愿回我林家的野种 你为什么要把天津湖庄园 还给王长生 王老把庄园送给咱们的时候 你是看在城主大人的面子上 如今 我把城主大人得罪得这么惨 王老要是知道了 肯定是要把庄园收回去的 与其这样的话 咱们还不如主动还回去吗 他不敢 好了 我知道你舍不得 其实我也很舍不得 这么大的庄园 我都还没有住过呢 你想住 随时都可以住 三天后 云城的房子随你去 你有这个心就好了 但是 以后不要再说大话了 随时都可以住 雨墨 给你一个小时拿钱来换人 否则就等着给他收尸吧